昨天没做爆料,今天咱们来看一下最新内容 首先是这个新神器,三叉集神器 从官方给的介绍 被动一能够加强手持武器的植物 四八大竹,剑野龙雪树,长剑球兰,灌草基建手 这师傅,感觉似乎加强的植物有点少呢 新增两个植物家族,花开富贵家族 一丰林兰,水仙花射手,半年工程师,石兰探索者 大红花,蔚来科技家族,蓄电雪松果 鸡光黄光花,中级番茄,电轮藤腕,脉冲黄桃 明显未来科技家族更有作用 四个植物新装扮,蝎尾胶机枪手 机枪豌豆 库跑曼德拉 暗夜谷 我觉得机枪豌豆这造型,倒是科技感蛮满 新植物蝎尾胶机枪手,普通攻击是扫射 这个攻击会自动瞄准,感觉和猫尾草好像 背上有三发不忘枪 这个应该是生界技能 大招式疯狂发射子弹,又和导向机类似了 初步判定,这植物目前没亮点 在引入抗性韧性机制后 对植物养成界面,僵尸图鉴界面 精英僵尸菊类表现进行了优化 植物养成界面,在常规属性标签基础上 新增物理标签 新增特殊标签 灼烧,麻痹,冻结,中毒,内祸,眩晕 也表示特殊属性的特殊效果 技能流浪页面增加了特殊属性标识 筛选页面将支持通过属性筛选 僵尸图鉴界面 新增精英僵尸标注 可点击查看精英僵尸特征 僵尸图鉴由正序排列改为倒序排列 支持预览尚未遭遇的僵尸 精英僵尸菊类 为抗性调增加了剑格栏 愿于区分强度高低 双人对决新赛季 五款新疆师即将加入 全新赛季的奖励 也将上架双人任务转盘 一些平衡性调整 好吧 硬仰适合全明星都被削弱了 对于新版本的变化 你有哪些想说的 欢迎留言讨论哟 另外今天 有哪些同学的账号 遭遇了无望之灾呢